《隋唐宫廷》 大家好 我们这一节呢 给大家谈一谈 隋唐宫廷中音乐的另一类 我们提到过 隋唐宫廷的音乐中呢 主要划分为两大类 一类呢就是比较艺术化的 比较接近民间的鲜活的这样的音乐 就是艳乐 还有一类比较重要的 是雅乐 我们知道雅乐 从周初至里作乐 到历朝历代 宫廷中都有雅乐 但是这种雅乐 我们说是汉民族统治者 一直沿用的 一种功能性的典移之乐 这种音乐到了隋的阶段 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在南北朝时期 是经过了五湖十六国的一个发展阶段 尤其在北方 是各个少数民族政权 轮流执政 到了隋 统一了各个政权 建立了大一统的隋王朝 隋王朝呢 是汉族政权 他要 恢复汉民族的雅乐 要找寻这样的所谓华夏政声 在武德初年 也就是隋文帝阳间的立国之后 一方面 艳乐的设立了多部乐 一方面呢 就要定立雅乐 因为雅乐 是演奏给天地 演奏给祖宗 前辈 这样场合 所使用的音乐 所以呢 容不得半点的马虎 武德初年呢 开始进行 这样的雅乐定立的事情 众多的大臣 乐官 加入了这个行列 由隋文帝亲自主持 怎样才是华夏的政声呢 当时就制定了种种的方案 有呢 根据灭了的 汉族政权的国家的音乐 试图以他们的宫廷的雅乐 来作为隋的雅乐 那么隋文帝显然是不乐意的 王国之乐 怎能够作为 我大隋的雅乐呢 还有呢 提出 应该用七声的音节 这样的七声之乐 来作为雅乐 那么其他有大臣反对 你这样用了偏音的音乐 怎么能够作为雅乐来使用呢 种种的矛盾 种种的争论 最后延续了达十多年的时间 这个事情呢 最终有了一个结果 威奏皇忠义功 什么意思呢 最后大臣给出的意见 被皇帝采纳的意见 是皇忠 作为十二律之首 他代表的是君王 那么我们就用皇忠义功 来作为雅乐的公吊的取舍 也就是说 在隋的功情中 他对雅乐的使用 公吊的选用呢 只用皇忠义功 皇忠功中的其他吊可以来使用 但是不同的场合 使用的有不同的吊的限制 这样的一种刻板的要求 就出现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到了后来 老的乐功退下了 新的乐功进来的时候 出现乐功更替的时候 那么其他的调的音乐呢 不会演奏 只会这一个调的 皇忠功的音乐 还有一些调皮的乐功呢 甚至用瑞宾功的一些音乐 来进行演奏 形成一种我们今天来说 增四度关系这样的一种音乐 融杂进来演奏 那么样一种不和谐的一种声音出现 大家也没有发觉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雅乐 已经纯粹成了一种 仪式化的一种音声的表达 已经不再是一种 我们所讲的 有一些艺术性的 可听性的这样的一种音乐 这是隋代时期 在历史上呢 我们称为开黄乐异 或者有些人称为呢 大乐异 主要围绕的就是 雅乐问题的争议 这种情况到了唐代 有了改变 唐代的盛大的一种局面 它对雅乐呢 也相对宽容了许多 唐代对于雅乐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 就是唐太宗所说的话 旧唐书中曾记载到 唐太宗的音乐思想 太宗曰 李乐之作 盖圣人原物社教 以为准节 智之隆屉 其子之由 而后 大唐根据各个国家 及地区的音乐 在考以古音 形成了自己的雅乐体系 以十二律各顺其乐 即每个乐用一种公调 以此来表达 对先人及天地的敬仰 无论怎样 我们说 雅乐体现的是一种 对天地 对祖先的一种敬仰 一种表达 那么它有很强的政治意味 有很强的一种 职能性的存在 所以隋唐时期 作为汉族独立统一的政权的出现 它要找寻华夏的政声 这是可以理解的 隋代的开黄乐意 还是唐代的雅乐 其实都表达了一种 民族音乐文化交融 最后对音乐发展态度 的一种认识 对音乐文化交融